我們這方面的工作 我昨天司警局的發言人已經說得很清楚 2019年8月份發言線索 2020年4月份是轉為專案查程序 接著是27日開始行動 至於內地是有什麼要求 特別你和我講的移包 內地非常清晰 我們也非常清晰 一起都要在這個地上去做 好嗎 那之前有沒有說會做出一些 可能更加利益的評論 這個我要問司法機關 好嗎 我所知 我所知應該是 今早凌晨已經是 對於相關人士已經有同計做事 但是具體 你們問司法機關 會否更加具體清晰 會否更加具體清晰 很舒服 我們是不是去了 盧華市的監獄 也要問司法機關 好嗎 為何會選擇這個時間 如何去拘捕 就是剛好 軍事市出了一個 盧華市的監獄 然後你們 你們昨天事件就公佈了 但你們已經調查了很久 其實 案件 我看到調查時間 有些是很久的 一年多兩年 這個是保送合見的 所以其實這個不奇怪的 就是在一年多的調查之後 進行行動 司警局的發言 是說得很清楚 時機成熟 條件成熟 當然 有一個 一個條件很清晰 因為內地公佈了 所以我們 也都是需要 開戰行動 而不然 有些證據就會流失 司長 你剛才提到 內地公佈了 要採取行動 那為什麼 不是有足夠證據 就是時機成熟 要這樣才是時機成熟 不是有足夠證據 就是時機成熟 現在目前都是足夠證據 都是足夠的 但是你剛才提到 內地公佈了 那我們都要採取行動 那採取行動 採取行動 就是因為 如果不採取行動 會證據流失 現在目前都是足夠的 所以 怎樣的 足夠不足夠 你們賣分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方面 是最好的一個把關 OK 好吧 謝謝